再加梭子蟹 大车螺 我有化香 加一点点米椒 或者是料酒 把这个滚烫的粥冲下去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吃饭中讲述 最近这个皮肤有点粗糙 而且这个气色也不深 今天去海鲜市场 搞了一点小鱼小虾 来做一个高质量的海鲜粥 好好的补一补 开始吧 小的白费啊 哪个钱甜一点 肯定这个甜点啊 这个五六个得到你不去 什么能给我 这个不动了 这个不动了 会跳舞的才行的 这么小个有六块啊 好小个哦 五块钱一个差不多 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丹茄虾爆鱼也稍微炒一下 哇 满了 撒锅太浅了 坏了生饼了 给点花生酱 这时候放的话 一边煮它一边就融化了 给105度的开水 把这个滚烫的粥冲下去 吃多少就放多少了 OK 这个海鲜有盐味调味要适当注意一下 给盐 两小勺 搅拌均匀 这不能煮酒啊 那个车罗虾子煮酒的话老了就不好吃了 整个过程大概是三四分钟 看到没有 现在有点稀了 我再加点粥下去 等下就得吃了多一点了 就划算了 哦哦哦 这样子就划算了 马上就出锅了啊 这个盐味等下不够 自己再加了 对了 胡椒粉给一点 名人不说暗话 我喜欢你 终于做好了 这个锦带来尝试一下吧 哇 来 第一口你们的 呦 掉下去了 不能掉 鲍鱼是要吃的 这个配置很满足 好鲜啊 大海的味道 很久没有吃到那么高质量的海鲜粥了 真的 哎 小虫香菜受不了了 嗯 感觉喝这个粥比吃这个海鲜还要过瘾 记住啊 千万不要加那个鸡筋 味筋 或者是鸡筋 进来煮 否则你要那个大车螺啊 鲍鱼啊 螃蟹啊 千何以看啊 这些都是释放那个西纹味的东西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喜欢的话 赶紧去尝试一下吧 众品关注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